水平 海外 为了怕大雨来袭 中午匆匆吃过午餐 就离开索马 往佳吉儿前进 沿途遇上不少冰川及牧羊群 最麻烦的是 有很多检查哨 我一直搞不懂 既然同在印度境内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检查关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夜宿加吉儿 从加吉儿往拉达克前进 沿途都是山路 长约230公里 这条公路被誉为 世界最美和最危险的公路之一 现在路况还算相当好 整条公路都在喜马拉雅山脉当中 沿途山脉光秃秃一片 完全看不到一刻书 整条公路一路蜿蜒向上 途中先经过纳米克拉山口 才8约3809米 之后再经过佛图拉山口 海拔约4108米 这里是整条公路的最高点 沿途的山脉地址也是变化多端 有向向角的地形 有向越世界的地形 其中还有一些岩石地址是五彩的 可用来提炼作为颜料使用 车型途中惊喜发现对面山坡 颜色线条似乎有些不同 显现出佛陀庄严的法像 整车人看了赞叹不已 法喜充满 晚上夜宿拉达克首府列城 海拔3500公尺 空气稀薄 每趴一阶楼梯 都必须停下脚步 喘个十几秒 才能再跨出另一步 绝不夸张 真的怀疑自己怎么变得那么弱 早上先去参观一个喇嘛室 室中喇嘛正在练习 节省时的一些悟动作 请不吝点赞叹 请不吝点赞叹 动作优雅进退有序 我想这应该也是他们修行精进的功课之一吧 之后再往第二座喇嘛室参观 世宗供奉一尊未来佛 请不吝点赞叹 约两层楼高 法相庄严令人发喜 在这里遇上一个很玄的事情 室里有一个门关着 因为很古朴 所以想用相机记录一下 对好焦后 一按快门 焦距马上跑掉 快门根本按不下去 试了几次 一直如此 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事 既然佛说不可拍 我们也就不勉强 下午到列城市集餐馆导览 这里的物价 平移到超乎我们的想象 江黄一公斤250卢比 约台币115元 与台湾约有20几倍的价差 护唇膏 洗脸霜 手工罩 零零种种 便宜到让你不可思议 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抢风了